就在今晚巴黎奥运会女子担任10米跳台决赛中 中国选手湛江姑娘全红蝉夺得金牌其中 全红蝉在第一跳获得满分90分 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 本届奥运会的第22枚金牌 一个人如果想在某一方面取得非常辉煌的成绩 努力非常重要 但是天赋更重要 全红蝉的天赋是别人追不上的天花板 水花消失数 真的像魔术一样神奇 没有一定的天赋 即使再努力也达不到这个水 平 所以决定一个人能否取得一定的成就 天赋永远是第一位的 生活中很多方面也是需要天赋的 包括学习在内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天赋的重要性 而且要认清天赋对一个人的作用 全红蝉是非常刻苦努力的 全红蝉一天的训练时间是9个小时 每天训练他都会比别人提前一小时到达训练场地 而且别的运动员走得晚 这样每天都比其他运动员多训练一个半小时 这种自律我们普通人真的感到羞愧 两年体重增加了10斤 为了让跳水动作更加标准 全红蝉主动减肥以控制体重 全红蝉是非常虚心的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全红蝉也是一样 全红蝉在207C动作上经常失误 为了克服这个失误 全红蝉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最终与师父陈若霖共同想办法克服了这个困难 谦虚才能发现自己不足且有毅力去改制 全红蝉的故事告诉我们 没有人随随便便能成功 全红蝉如今在全运会 亚运会市井赛 世界杯奥运会都获得过金牌了 跟他师父主管教练陈若霖一样 完美实现了大满贯 中国的跳水一直在全世界享有胜誉 这种胜誉是我们一代代跳水运动员 通过不懈的努力换取的 每一个跳水运动员都是祖国的骄傲 正是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 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和曾经的骄傲 周继红 郭晶晶 福明霞 陈若霖 陈萧霞 田亮 吴敏霞 全红蝉 陈玉希 无数跳水健儿数不胜数 为中国的跳水运动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华丽的篇章 赛后全红蝉抱着教练陈若霖哭了 又跑向陈玉希两人暖暖相拥 彼此成就一路成长 是对手更是最好的队友 恭喜姑娘们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一位在这个项目实现奥运会未免的 正是全红蝉现在的教练陈若霖 陈若霖分别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 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 获得了跳水女子十米台决赛冠军